H&M 去香港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H&M 在這裡我非常喜歡他們的飾品配點類 然後加上現在大部分都已經上球妝了 所以很多夏天的東西也在特價 然後特價之中我就買了一件非常厲害的泳裝 它非常的有設計感 就是這裡可以綁脖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洞 然後它的背面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比基尼的感覺 特價就要100塊錢港幣 藍色的高跟鞋非常具有流行性 然後加上它是基底尖頭的 所以它可以延續穿到秋冬 它一整個都會讓你非常的有型時尚 更重要的是它現在特價 只要100塊錢的港幣 非常划算喔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一件很可愛的背心 我非常的喜歡豹啊 老虎啊之類的大貓 所以看到上面有兩隻老虎 當然忍不住就要把它帶回來囉 它沒有特價 不過它價格本身就已經很清明了 它只要49塊錢港幣 它旁邊洞很大 所以可以是在穿比基尼的時候搭配 或者是裡面加一件背心 然後呢 這個是49.9元 整個搭配造型上呢 非常的低調奢華 很好看 今年夏天呢 非常流行螢光色 這個髮袋呢 它就是用螢光色的亮片 然後編織而成的 它帶在頭上呢 非常的亮 也很可愛 這個髮夾位是一見鍾情 看到就直接拿了 因為呢 它只要39.9元 然後 可遇不可求 它整個夾在頭上呢 雖然有一點點的高調 可是我覺得它非常好看 然後很有質感 先搭配一些造型的時候使用 然後這個項鍊呢 是我這次旅程中最喜歡的 因為呢 它是一個金色的甲蟲 它再帶起來呢 不會讓你過於甜美 非常的有自我風格 它搭配T恤啊 或者是搭配洋裝 都非常好看 看起來就帥氣 然後呢 去完H&M之後呢 一定要去它隔壁 就是有一間叫做Monkey的 這裡呢 就是有一些飾品配件類 也相當的好看 那呢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耳環呢 它遠看就是一個金色的大圈圈 可是你近看呢 你就會發現它是三隻貓咪 它比較花大 所以呢 很適合當姐妹耳環 就是我一個女一個 你戴一邊看起來就會比較時尚 不然戴兩邊的話呢 就會變成阿花 然後呢 它是80塊錢港幣 這呢 是一個大火珠項鍊 因為它有一點像積木的感覺 它比較大 所以戴起來呢 就有一種同趣的可愛感 它呢 現在是特價100塊錢港幣 另外呢 像是這個三角形的項鍊 它有一種美人魚鱗片的感覺 然後它是漸層的 它現在特價的就是60塊錢港幣 接下來要介紹的呢 就是Forever餐廳 第一萬開始到四樓 一共五層樓 我在裡面一整個大師手 像我身上這一件貓咪T-shirt呢 就是也是他們家的 然後呢 109塊港幣 然後呢 要介紹的是幾何圖心的牛仔褲 它就是中間有刷比較淺色 所以穿起來整個呢 非常的顯瘦 它輕薄有彈性 它是219元的港幣 幾何圖形的內大褲 它的質感非常的好 它還有一點點的厚度 所以非常適合秋冬穿 它是85.9元港幣 這件橘色金色的錨釘呢 我也是一件中情 它是249元港幣 它是秋冬新款 然後呢 它整個穿起來非常的合身 可是呢 要提醒大家的是 你們在買衣服的時候呢 一定要非常詳細的檢查 因為呢 我回來才發現它掉了一顆毛病 好可憐喔 不過還好 因為它領事大 所以蓋住就看不到了 這個 它的顏色非常的好看 它也是有一點點 就是民族風的感覺 然後可是呢 它有小肉腰 它穿起來呢 非常的合身性感 它是77.9元港幣 這件洋裝呢 看起來不怎麼樣 可是穿起來驚為天人 259元港幣 我覺得一定要把它帶回家 因為 它就是在一些特殊的場合 應該是穿得到啦齁 對 這件小宇宙洋裝呢 它是249元港幣 然後呢 它就是 有點小肉腰 它的腰線比較高 所以整個身材比例看起來會比較好 這件牛仔背心呢 它的剪裁跟設計都非常的有時尚感 而且呢 它很合身 再搭配洋裝啊 之類的都還蠻好看的 是一件可遇不可求一定要買的衣服 然後呢 它就是有一些金色的毛丁 接下來要介紹的呢 這是迪士尼的佔領 巴斯光年的浴巾 它去游泳的時候可以帶去 整個超有型的 大家一定會一直看 因為呢 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做作 耶 它是130元港幣 玩具總動員裡面的小情侶 它是195元港幣 穿起來是不是人就變可愛了 迪士尼呢 今年推出了一系列的雨傘 都是自動傘 它的價格跟非自動傘 居然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168元港幣 它看起來不怎麼樣 可是它打開來非常可愛唷 每次去迪士尼 都一定要買一個後背包 因為他們的後背包呢 都非常的可愛 重點呢 是迪士尼在中午12點之前 進去購物的話都會打久的 所以呢 通常我是一進去之後呢 就殺去商店街 然後買東西 買買買買買買之後呢 就買一個後背包 然後就把東西全部都塞進去裡面 這樣子呢 你就背著繼續去玩 也不會太累 因為後背包可以分在那個重量 又可愛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結束啦 掰掰 掰掰 再次再見 так